荣飘是人才向西的时代溯流 也是这座城市包容开放的性格体现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那些来到这里的人们 一点点将这座城市塑造成如今的风貌 他们中的佼佼者得以跨越时间的屏障 为后人所认知 他们都是那时的荣飘 那时何时 蜀汉渐兴元年 勤灭巴蜀以后 为了稳固成都平原的战略地位 开始兴建水利设施 其中最著名的 当属礼宾主持修建的 都江燕水利工程 奔腾的明江水被一封为二 既可以防洪又能灌溉 都江燕使成都平原 变得水汗从人 组织积景 然而要使都江燕持续发挥作用 除了礼宾的巧妙设计 后世的补修 增修也十分重要 作为成都历史上著名的荣飘之一 来自山东的三国名臣 诸葛亮在刘备去世后 接过辅佐刘禅的大任 治理蜀汉 他所主张的政策 至此开始全面推进 简单归纳就是 对外恢复与无国同盟 对内采取修养生息 我在都江燕 梨堆公园的燕公道上呢 发现了非常多 历代治水名城的雕像 那其中就包括诸葛亮 在他一系列 恢复经济生产的举措当中 最引人注意的一项 就是他派兵 1200人守护都江燕 设置专职的水利官员 进行日常性的维护和修缮 所以这也开辟了历代 我们设置专职的水利官员 来修护都江燕的先河 保障了都江燕 历经2000多年 还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蜀汉政权后 各朝都以都江燕 所在地的县令 为都江燕水利工程主管 到宋朝时 进步制定和完善了 都江燕的碎修制度 并实行至今 除了都江燕 当年诸葛亮在成都平原 还兴建各类灌溉设施 识人称为诸葛燕 小诸葛燕 并且在各地驻地 以防水患 在诸葛亮的精心维护下 成都平原的农业 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水汉从人 不知激景 清摇伯父 百姓安居 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 天府之国 刘备交给诸葛亮的 是一个需要拯救的蜀汉 而诸葛亮也不负信任 把这里治理得 井井有条 繁荣昌盛 无怪乎 后世传颂丞相 出师一表真名事 千载谁堪 伯仲坚 我们说 丞相为了蜀国 耗尽了自己一生的心血 给蜀国带来的发展 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蜀汉能得此人 实在是极其幸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